我觉得他太幼稚 太粘人了 本来就比我小 还长不大 一点都不成熟 让他一点都没有安全感 而且总是无理取闹 管得贼多 不让我出门还嫌我熬夜 自己也是凭啥管我 小心眼还 在他眼里 我出过门都不回来了 忒幼稚 而且不会照顾人 做饭保持日子以后也没法过了 怎么能叫幼稚呢 我这不是关心你在乎你吗 你总是大晚上能出去玩 谁知道都有什么人 万一出点什么事呢 我要跟着你去 你也不让去 多少人担心呢 我跟你在一起我也付出了很多 天天做饭还总说不好事 那你做呀 你就是总是看不到我对你的好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王24岁来自河北厨师 有请小王有请 女嘉宾小周25岁来自黑龙江职员 来有请小周有请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哈 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 今儿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不想跟他处了 想就是说找老师解决一下矛盾吧 看看没有挽回的可能 就是处在分手和不分的边缘 是吧 对 讨意再来了是吧 对 为什么不想跟人处了呀 他太幼稚了 管我管的太多了 大男子主义 感觉两个人的三观不太一致 行吧 来说说 怎么就幼稚了 他吧 有时候没脑子 然后管的还贼多 就是不让我熬夜 不让我出门 不让我养猫 做饭还难吃 草点太多了 你不是厨师吗 对 但是河北的厨师 东北人吃不惯 行 咱从哪开始说呢 他不让我出门 不让我跟同学聚会 对啊 朋友聚会都要管 是这样吗 而且非要跟着 特别的讨厌 出门可以出 但是你说正常时间出没问题 他总是半夜出去 半夜是指几点 12点 12点以后出门啊 对 那您12点以后出门干嘛去呢 出去玩啊 我是属于夜猫子型的 就是12点以后有什么好玩的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唱歌啊 吃饭啊 聚会啊 蹦迪啊 不都可以吗 哦 年轻人啊 行 我们不扑灭年轻人 的一颗年轻的心 好了 这个 所以你觉得这样出去不好是吧 对 不安全 所以我想跟着 你老了 老了 那就带人去呗 是你男朋友吗 是男朋友 对 这些事不都可以做吗 他不认识啊 他去干嘛呀 还管着我 见了不就认识了吗 见了 家里来客人什么的 就是说都不说话 还跟我出去玩 扯着吗 够呛 那你当时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因为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不不 是没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贼高冷 然后话也不多 就是一句是一句的 说话算数 然后对我好 然后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告诉我说 以后天天给你做饭吃 然后贼单吃 本来做没做吧 做了呀 但是你口味太刁 不不不 一般都是 后来都是我做饭 你故意做的不好吃 不是 尽全力了 这个小伙子 当时他招你喜欢 是因为他说话少 对吧 结果发现谈了恋爱之后 这个优点就变成了 极大的缺点了 是不是 他跟我话不少 挺粘人的嘛 然后呢 但是在我朋友面前话太少 家里来同事什么的 吃了吃了饭 人出去打电话了 打游戏了 玩去了 你说多尴尬呀 我朋友怎么想 对 为什么这样呢 主要我跟他们同事不熟 感觉插不上嘴 就坐着特别尴尬 你看他问题又来了 你要觉得尴尬 觉得插不上嘴的话 那我领你出去 有用吗 出去是为了保护他 对吧 对 没有用 你说那我领个保镖多好 我要你干嘛呀 他可以当保镖啊 那我是男朋友啊 对 所以你对男朋友的界定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那个对我好 然后关键是人品要过关 我不需要他怎么保护我 然后我希望双方有各自自由的空间 不要管太多 明白了 就还得对你好 还不能黏着你 是吧 不能总黏着我呀 大家都成年人 各有各的事 都上班 都工作 行 听明白了 还不知道你养猫是吧 对 养了几只猫 我之前养了七个 然后后来他不喜欢 就剩俩了 留了一对 他说毛太多 偷吃东西 然后他猫毛过敏 然后还有偷猫杀 诸如此类 好多事 反正说话一套一套的 挺厉害 你说不过他吧 说不过 所以你就不说话是吧 对 你今儿来干嘛来了 听他训你啊 求和解 他这说话真是一句是一句的 你求和解再往上 能多说几个字吗 我是来求和女朋友复合的 没了 那还不如求和解呢 哎呀真费劲啊 你看他就是话少 你说谁不喜欢什么 那个甜言蜜语啥的 他不会 不会对你好不好啊 怎么说呢 就是如山般的爱 但是我不需要找爸爸呀 不是不是 我没听懂什么叫 如山般的爱 就是什么深沉默 寡言 沉默 孤独 就是我形容他的性格 就是这样的 你是觉得他没趣是吗 对 但我觉得像他这个年龄段 应该经历比我充沛 但是他没有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寻求生活里面刺激的人 但是他不太符合我的口味 你们俩当时谁追的谁啊 怎么认识的 那会儿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感觉互相都有好感 就是互相对对方都有好感 不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 他那个笨嘴拉舌的 要不我说吧 你说吧 他吧 那个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是河北的嘛 然后他是想来学艺的 去学那个画画 然后我呢 当时 也去那儿学画画了 然后他后来那个要找工作 说是想边学就是画画 然后边找一份工作 可以两不耽误 然后我跟他师傅特别的熟 然后后来我就认识他了 总去找他玩 然后他是外地人嘛 我就挺照顾他的 后来就在一起了 哦 就是你追的人家呗 不不不 他喜欢我 我也喜欢他 哦 就是比 还是没懂 哦 这 这 跟你聊天 还真聊不太起来 这个老了 主要是老了 你们俩也是这样平常 对 对 哎呀 怎么说呢 自我检讨一下 可能就是我画太多了 他画太少了 我一般吵吧 他不敢反驳 我要万一崩了的话 就能打起来了 你们俩动过手吗 动过 哦 谁打谁 我打他呀 哦 打得很吗 挺狠的 他那个肩膀上到现在 都是我咬的大牙印 这么的 轻快嘴快的 哦 你是靠咬是吧 哦 你就这么年年地看着他呀 那那没办法 不能对女生动手吧 但是 啊 你喜欢他吗 喜欢呀 喜欢他什么呢 他就是 刀子对豆腐心 平常挺怼人的 但是就是说 我又一次生病了 就是确实挺照顾我的 啊 前前后后各种 咋照顾你啊 就是说我发烧了 晚上是躺床上 就是特别难受嘛 啊 然后他一摸我额头 就特别烫 啊 二号不说 就赶紧去买药 反正后来又叫那个医生去家里给我打倒群 啥的 嗯 你也不可能天天生病 所以他不太可能天天照顾你 所以你喜欢他什么呢 就是说生活上他也是做饭啥的 他就是说我做饭不好吃吧 他可以做 啊 现在你们俩在一起 就他给你做饭吃 对 我年轻比他小嘛 嗯 所以很多地方他还是经历比我多的话 会给我很多意见 比如说找工作什么的 你听吗 听啊 选择性接受 他说到觉得不对的话 我也是会给他说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他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我想象中那个样子 啊 你想象中是什么样的 哎呦 就是挺高冷的 话不多 然后也挺照顾我的 关键是听话呀 嗯 就是我是属于东北的女汉的形 习惯性的保护人 家里面的老大 然后就是什么事都是我说算 然后他都会听我的 但是后来越来越相处之后 就发现他不是这样的 他话不多 但是有自己的老主要的 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啊 会跟我吵 会顶嘴 管得特别特别多 那就应该分手啊 怎么熬到了今天呢 因为舍不得啊 舍不得什么呢 又黏人又管你 又不会说话 见到你朋友又不幽默 也不风趣 还把你养的猫 都给处理了 那你有什么可 做饭还不好吃 那你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还是要想想他的好嘛 什么好呢 就是人到那个要分开的时候吧 可能就会想一 你们谈过分手吗以前 谈过 谈过几回啊 两回 谁提的 一回我提的 一回他提的 你为什么提 这回就是 他不让我出门 然后就是跟我动手了 声吹哒哒的 我就挤眼了 我说你就是 跟谁俩摔呢 然后你是不想出了 不想出拉倒了 然后人家就说什么 那个我都没嫌弃你 成天跟你前男友联系 然后妹姐你出去玩 然后说了我一堆毛病 我觉得那样 那就分好了 然后人家就开始 也没有说什么留恋啊 也没有挽留 说嗯 好 你想清楚了 是不是 我说对啊 然后他就开始 收拾他的东西 开始打包 然后开始要那个走 我说你不用走 我走 然后他又不让我走 然后说你就得搁着坐着 我们家 我们是住的妇室嘛 然后说那个 我就搁楼下看着你 他就搁那个沙发上 看了我一晚上 然后完事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去给我买早餐 然后又哄我 然后反正我那个时候 情绪已经也平静了吧 然后俩人又心平气 和谈一谈 好了 就是什么约法三章 不要提以前 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不能分手 这是你们一次分手 你那次为什么提分手啊 他那熬夜习惯嘛 你说熬夜 他总是熬到两三点 反正总要开灯嘛 我就就是说 接着这个事给他吵起来了 我说你能不能关灯睡觉 他说我知你眼皮了 你要睡你睡呗 我不睡 我不睡 我要玩玩手机 反正之后我就受不了 后来吵起来了 他就挺凶的 这次是因为 你忍受不了他熬夜的习惯 所以你提出分手了 对 怎么又和解了呢 毕竟还是小事 没有 我说你能不能关灯吗 你能不能关灯吗 Color to a sigh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ne keeps you up and I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drive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One keeps you up and I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drive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 I think that we've already know Sick a deal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wrong 就是有些人就是说 就是知道不能在一起了 什么原因吗 怎么说我觉得时间太久了 太长了 磨合了太久之后 就发现感情淡了 他感觉我没有以前那么爱他 他也没有以前那么爱我 算是和平分手吧 我们俩当时到什么地步 就是他房子已经买完了 父母都已经见过了 然后基本上什么彩礼啊 三件啊都躺好了 但是还是选择和平分手 因为一辈子太长了 谁也无法预知 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会遇到 比我更好的姑娘 他可能会觉得 我会遇到 比他更合适的老公 你们俩都是这么想的 对 所以你们俩就分开了 对 就是为了让彼此 找到下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你们俩分开了 对 因为在一起没有感觉了 一段没有感觉的爱情 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其实那你要是这么想的话 你今天都不该来 再熬熬 你们俩也能和平分手 不不不不 就是说 您相信一见钟情吗 我对他就是 就是说 他是我这辈子 遇到的第二个男孩 那你相信日久无情吗 这要看相处 万一我对他就不一样了呢 最后再问姑娘一个问题 今天来这到底干嘛 就是想要问他以后 能不能就是说 稍微的对我管得松一点 让我自由一点 然后方便的话 学学东北菜吧 一辈子太长了 吃你的菜太难吃了 这个选的 所谓的管你 不那么紧的标准是什么 我需要自由的空间 怎么个自由法 比如说 我要出去聚会的时候 你可以偶尔跟着我 但不要一直跟着我 我跟我朋友联系的时候 请你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事无巨细地问道 不要翻我的手机 不要拦着我交朋友 这些事你都干过 干过 为什么呢 感觉他太优秀了 他学地高嘛 还是学法律专业的 我就是一厨师 你自卑是吧 你的意思 对 就自卑 反而感觉随时可能会失去的 那你那会儿就不应该跟他谈呢 你那么自卑 就是说 想在一起就处一下事